哈哈哈哈三个字很难过 讲到同仁辛劳 台电总经理王耀廷声泪俱下 面对近期宫殿争议 20号他丢出请辞信 原因就是这个 星期四我站在咨询台上 委员在咨询要部长道歉 我那时候心里想什么 如果要道歉 我天天道歉 天天要道歉好多次 这合理吗 两天时间从行政院长到台电 董事会甚至公会全吉利未留 让王耀廷决定不辞了 跟同仁并肩作战 如果你这时候离开 不但曲解不会停止 恶意的传测还会更多 不但会让同仁更辛苦 还会引起同仁不安 在看抢修的民众 同仁不敢看他们 而是惶恐的眼神 拼命的在广州 我看了好心痛 王耀廷承搭电机硕士毕业后 进入台电 一座就是36年 从基层拼到总经理 一线辛劳 他全看在眼里 这回罕见动怒 使外界把停电事故 解读成缺电危机 让他痛批台电 轮为政治操作工具 核能的多放几步 末端的这一万多条 溃线就不会跳了吗 抱歉 继续跳 全世界任何一个人 坐这个位置 坐在电力公司的任何这个位置 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必然发生 台电强调十年来停电次数 下降七成 更拿东京电力相比 当然台电要道歉 因为我们没有维护好线路 我要道歉 三月份有477件 东京电力有577件 难道东京电力的社长 跟我一样 每个月要道歉477次 基层员工有苦难言 就是不舍同仁被指责 王耀廷一肩扛起责任 但就怕一再发生停电跳电 外界批评声浪 恐怕难停歇 静新闻继续报道